中国泰国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15号在云南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联训一带亮点在于探索无人化、智能化作战 提升两军联合反恐处突能力 当天上午90左右 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 在云南昆明陆军某部训练场拉开帷幕 中泰两军代表分别致辞 随后中方参训官兵展示刺杀格斗训练 仪式结束后,泰方参训人员参观并轮流体验中方轻武器 无人机和真观测装备等联训装备 这是中泰两军自2007年以来第七次开展突击系列联合训练 此次联训以联合反恐行动为客题 在接下来的十多天内 两军200余名参训官兵将组织开展适应性训练 指挥演练和时兵综合演练 涉及有人无人协同特种爆破、直升机机将 联合搜缴等科目混变训练及反恐行动综合演练 旨在强化联合行动中多维搜索 激动渗透、武装解救等协同能力 联训主要安排混变训练、反恐演练和文化交流三个部分 最大的亮点是对无人化、智能化作战的探索 以及有人无人协同的战事研讨 希望通过联训深入交流特种部队的训访、战法 增进两军互信合作 提升联合反恐处途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